一分御序 约我在三斤渡截杀孙间 夺取传国御序 事成之后 许我冀州三座城池 并报以黄金五千两 战马三千匹香蟹 袁绍 为何非要让我截杀孙间呢 此举 不是有失我金州府的人意之风吗 不是让我刘表 左右为难吗 主公 袁绍的势力比孙间强盛很多 他既然想夺传国御序 则说明他怀有君王大志 主公如果能助他一臂之力 那么不但荆州无忧 日后我们还可以借袁绍的势力 相机向青州 济州一带扩展 如此 主公的前途不敢限量啊 再者 孙间速来藐视我家主公 江东战船也不识亲藏无尽 我将再同与袁绍结盟 攻杀孙间 尽袁绍之力 消除金州大患 孙间骁勇无比啊 平心而论 你二人是孙间的对手吗 主公 孙间勇虽勇 但他有勇无谋 在下有一计 如果主公能一计行事的话 定能灭掉孙间 你二人是孙三 想要见你 此人何在 你是何人 为何要见我 在下袁术帐前谋逝犯禁 受袁将军所托 在此专后孙将军 何事啊 说吧 将军请看 弟袁术百败文台兄 先前汇盟时 弟苛叩将军良祥等事 全是奉袁绍所命 袁绍早有帝王之心 意图借惠盟之机壮大实力 取代董卓独霸天下 现在他已经密信荆州刘表 许以重力 约刘表在三经洞设服 截取传国玉玺 文台兄千万小心啊 袁公陆为什么把这么精密的事告诉我 难道他不是袁绍的兄弟吗 同姓未必同道啊 我家主公乃仁义之君 袁绍则是假仁假义 口觅覆见之徒 我家主公不忍见孙将军蒙难 更不愿让袁绍霍乱天下 袁绍在信中大谈对我孙间的敬重之情 要与我结成生死同盟 共图大业 两位袁绍兄弟 表面亲如手足 内心都是尔虞我战 以我看来 这两人 都是贪图我的传国玉玺啊 你们说说 我们如何应付 父亲 父亲 以我看 袁绍比袁绍更可恶 他连自己的堂哥都可以出卖 末将的意思是 我不刚受重创 主公又身负战伤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不要与刘表交兵 我们还是设法绕过三金洞吧 三金洞 是反江东的要道 我已经命令渡船 在那里等候 如果绕过三金洞 非但渡船在那儿白等一场 而且我们的归程 要延迟二十多天 特别是 各部已经断了粮 而我们的后续粮草 都在渡船上的 末将有个想法 请主公不要生气 说 万般祸事都源自玉玺 主公自从得到那方传国玉玺后 各地诸侯都像恶狗一般瞪大了眼睛 眼下 袁绍 袁绍 贪图玉玺 主公何不抛出他来 让二元相争 如此可保江东太平啊 皇叔万万不可呀 这传国玉玺乃是上天授予我父亲的 岂能让给他人 要我说 父亲 刘表现在已经老脉昏溃了 绝非我敌 只要我们集中五千金兵 由我来打先锋 我保证在三个时辰之内 擒下刘表攻克荆州 而啊 荆州城防监时 城中又有数万兵甲 仓俗之间你攻不下呀 城仆黄盖 末将在 你们俩率本部人马在三金都北面设下一兵 诺 孙策 孩儿在 你率两千金兵在南面设下埋伏 诺 如果刘表敢动兵家 你们相机杀出 只起刘表手机 父亲 那你呢 刘表 不是冲我来的吗 那我就带几百老弱残兵 去会会他 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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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绍 给我的密信 果然如此啊 袁绍让你劫杀我 你孙坚最了解我 我刘表将做办法 体弱多病 匈奴大志 手无长进 我只想保金州九郡 上不负黄恩 下不负黎明百姓罢 可是袁绍却让我在此设服 让我劫杀足相 这真叫我左右为难哪 敢问刘兄 如何决定 我 思来想去 只有率军在此不争 其用意是假作拦截 遮人耳 抚掩袁绍 现在 文太兄 你可以率军冲过我的战阵 直奔三惊洞 请你放心 只要跪步的号角一响 我金州的军阵 立即败退 绝不交战 之后我可以向袁绍禀报说 我刘表无能拦截失败 我金州的兵马反而遭到了损失 这样我就既不得罪他袁绍也不得罪你孙奸了 文太兄 这就是我的两权之策 你意向如何 此话当真 当然 不过我确实还有一个要求 这样 从今往后 因我两家和平相处 你江东的兵马 再不要侵犯我金州的境界了 刘兄 今日起 我江东兵马永远不会过荆州境界半步 如此 老朽多谢了